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吧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目前有23个同学做了问卷 然后目前 程度的落差大概 其实主要好像还是以进阶的同学为主 总共占60%左右 然后其次的话大概40%是入门的 所以如果你是选入门的 这个同学 那可能就是说自己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呢 这个进阶的话呢 也许算是比一个平均值 那另外的话 到底Sale有多少函数 那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个问题 主要原因 因为Sale里面用最多的 应该就函数了 OK 那函数的话 当然呢 如果你会用的越多 当然解决问题越方便 那只是说呢 这Blog 其实当然数量 其实它没有固定 版本越后面越多 可是它有一个 一个一个Range 这个Range的话至少就250个到300个之间 OK 大概是个Range 应该是官方的说明档里面 所以看得出来有大概30%同学是猜对的 然后呢 当然这些函数是不是足够 其实不是啦 很多时候其实不够用 那不够用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需要透过VBA去破充 OK 有些功能你做不到的话 那可能还是需要用到VBA啦 OK 所以如果简单一点的事情 你可以透过函数 把那个公式把它串串 接接写出你要的公式 但是如果呢太复杂的事情很抱歉 你用公式啊 真的就是还是不太够啦 毕竟写个公式啊 它是可以完成 没错 但是问题是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如果你有很多栏会 你每个每个都 就是做固定的那么多的事情的话 那还是很花时间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用到VBA OK 来完成 那VBA毕竟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 其实这是陌生的啦 VBA实际上就是一个程式语言 它就是要写程式 但是很多人如果不会写 其实倒也不用那么有压力 那我们其实可以有个阶段性的 就是说在Esser里面呢 它有提供一个 一个算是让你可以暂时性 你如果不会写程式也没关系 它有一个叫录制区齐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所谓的录制区齐 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写 那个对应的VBA程式的话 它是可以帮你把你做的动作 变成VBA程式 所谓的区齐其实就是 它帮你录制下来的VBA程式啦 OK 那你只要呢 知道那个录的功能 比如说你重复做很多动作 你把那个动作 把它全部录下来 它就给你一个程式 那你也可以把它弄啦 OK 那至于说要把很多 很多比较复杂的动作 全都串在一起 那我们后会会再说明啦 OK 所以呢 可以简单一点 那当然也可以再相对 越来越复杂一些 然后呢 希望上课以哪根为处啦 看起来最多好像是这一个头 这个是制定函数 那所谓的制定函数 当然我有提到啦 就是刚刚提到的 以色列里面有250几个函数的话 那很多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怎么办 你可以自己制定喔 OK 你可以把自己写 那怎么写呢 那个时候还是要 会写VBA啦 所以 未来喔 如果你希望呢 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动作 其实 可能还是要进阶到VBA设计这部分喔 那前面的话 还是要了解以色列的函数 那函数当然有一些入门函数 是只要一定要会的 那有一些属于高阶的函数 可能也必须要会 但是很多人其实也不太会 所以呢 我会把那些比较高阶的函数 我顺便讲一下 反正呢 简单的事情你就这样用 那如果不够用呢 还是你非得要升值起来吧 所以喔 可能慢慢有一个心意准备 就是你要慢慢能够 进阶到设计这个领域 就城市设计的那个领域 那基本上应该也回不去啦 因为现在AI时代 所以所有东西都城市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你未来要跟得上 时代的潮流的话 至少你要懂得这个城市 那至于要懂多少 可能看个人的这个能力啦 或者是你花了时间 但至少完全你也不要说 要非常非常 但至少你要懂得 城市的相关的素养吧 至少你要能够知道 城市原来是怎么一回事 即便将来这个城市 你不需要自己写啊 你要跟他沟通 比如你要请某个工程师 帮你写 你至少能够叙述的出来 他懂你的需求的话 很快就可以帮你把它写出来 因为身边会写城市的人 应该蛮多的 但是你要能够讲得到 他听得懂嘛 我发现很多人喔 就是在沟通上面 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也许你们学 也许就是 至少可以把这个概念学会 那其他的话呢 同学比较有需求的好像是什么 什么VBA的表单啊 然后还有这个后续的 像工作表的自动化 那当然呢 在以色友里面 除了一个工作表之外 还有多工作表 工作表之外 整个就是叫工作部 其实好像蛮多同学的需求比较大 就是跨工作表 比如说把这个表 比如说把它合并在一起 或者把它分割出来 这个的话该怎么做吧 其实也是可以透过VBA 你说函数可不可以 其实基本上函数没办法 函数可能在单一个工作表OK 所以很多同学常常会问说 某些某些都 其实最后还是只能用VBA 说老师我想要用函数 他只能做简单事情 他都做不到嘛 做不到 我总不可能说我跟你讲哪一个 但只能做一半 后面你还是非得用VBA OK 其他的话呢 这些我想 大概同学的需求 那为什么来选这个课 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 有这个需求 然后再其次的话 单纯只是有兴趣 来因大叔去分析 那为什么选这个网络迪务结 同事推荐 OK 从我们网站 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待会 一样要请同学 连到我们那个云端 那个云端 可能要请大家 先到云端上面 先把那个翻例档 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所以这个下载 然后把它解压说 第一个 因为我们上课 待会就会 直接拿这个翻例档 来做练习 那我会把这个翻例档 做了几个区分吧 这个可以直接拖拉过来 把它解压说 那里面的话 我把它分成总共有 这个五大类函数加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 第一类的函数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第二类就是逻辑 第三就是日期时间 第四就是数学 其实跟统计 数学跟统计 第五个的话呢 就是检视参照函数 所以待会第一件事情 请各位帮我去云端下载那个 范例档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将来我们所有的讲义 都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类比 像刚刚不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里面有范例 你只要找到对应的那个 里面其实都有解答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 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有相关的解答 比如说我们今天 第一个 比如说举例 第一个 零一 里面的零一好了 这一个 OK 那这个范例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 你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范例呢 的需求其实 蛮 你可以看到综合练习 那这个范例的需求 主要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边的手机号码 可以把它变出来 它的规则就长这样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规则来源总共有三个 所以呢 它开头一定是09 所以 我这边应该要出现0911 然后一个简号 那如果不足三码 就要补零 084 再一个007 也就是要把这个结果 把它填到这个位置 但是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OK 那不是叫你突发炼钢吧 会不会有人自己在那边Key 如果这 电信公司 几万个会员 你每天Key 怎么Key的完 这一定不行 只是说 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 OK 那当然这边有提示 你可以用串接符号 and 所以09 所以你可以等于 等于 先一个等号 然后09 因为它一定是一个文字 然后串接的话 and 是串文字 OK 所以我们串什么呢 串11 有没有 0911 那你后面还没 其实没关系 你可以先打过看看 0911 后面再加一个简号 再加一个and 然后再加一个简号 然后再and 什么呢 and这个 84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补一个0 可是我要怎么样刚好补一个0 这件事情 这边的话呢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刚刚我这边有提到 你可以用rept 加len 诶 这两个函数 什么意思 len就是算它有几个字 那因为呢 我要的号码 有没有 一定要是3 所以我用3去减 然后呢 len指的是什么 它里面有几个字 那我知道说它里面有两个字 3-2 那一个rept 的话就重复了 重复几个0的意思 所以我就补一个 比如说补一个0在前面 然后再去串 这个84 就可以把结果 把它串在这个后面 OK 是有点复杂 不过 可能闪闪看 有没有办法利用像rept 然后en这种函数 然后把这个 号码给做出来 那当然你可能想说 老师那我对那个什么rept len不熟啊 那怎么办 前面有练习的rept 有没有 比如说我希望呢 销售量如果超过100 超过100笔给一颗星 所以呢 158笔的话 那其实就是几颗星呢 100笔给一颗啊 所以啊 这边 他当然星号没有那个 0.58的 反正就是 100 超过100笔就一颗星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颗星 这两颗星 四颗嘛 这没有星 这也四颗星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 去完成星号呢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插函数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找到 一般习惯呢 会按照分类啦 因为这样会比较好找那个函数 那因为rept repeat 其实它 实际应该意思就是重复的意思 repeat 它是在文字类的函数里面 那你可以按照那个 英文找到rept 那我是建议 各位慢慢使用函数啦 你尽量呢 去看懂它到底要做什么 比如说呢 这个rept里面呢 它总共会需要两个参数啦 然后 它其实就是说呢 依照指定的字串重复几次 所以当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它会跟你要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 给它如果是正确 它就会帮你把你要的结果给显示出来 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文字 你要重复什么文字 然后重复信号 可以重复信号 跟它讲一下 你重复信号 那rept的话是什么 要重复几次的意思 那如果你直接呢 把这个销售量给它的话 它底下就会帮你重复158颗 不对啊 那怎么办 除以100就对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除以100之后呢 它得到就是1.58 那1.5 因为这个信号呢 它不会有那个小处点的 所以它得到的也会是一颗心 OK 好 按确定 那当然你往下填满 一定会发生错误啦 为什么 因为枪下填满 枪下填满的部分呢 列号一定会加1 所以C1呢 自动会变成什么 C2 有没有 不对啊 所以怎么办 记得把1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锁起来 不要让它加1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再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一看 OK 一颗心 两颗心 四颗心 没有心 四颗心 OK 那rept大概就是帮你重复 几个你要的这个字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换成0的话 怎么做 OK 第二个LEN LEN 就算几个字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邮标放在C3 然后插入那个LEN 所以你找到L开 它也是文字类 然后L开头的在这边 LEN 然后给它这个 哪一个身份字号 然后按个确定 它会把身份字号帮你算完 告诉你几个字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满 这边就算完 但身份字号的话 应该是只有十个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里面就有两个是错误的 有没有 那可是如果要拿这个 跟REPE做结合 然后可以把这个 八字前面自动补得0 那应该怎么做 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先继续看看 先熟悉一下就是云端上面 那请各位第一件事情 先帮我下载这个范例档案 这个很重要 因为将来 反正上课呢 我们都会用到那个范例档 然后 第二的话呢 就是看一下云端 其实云端上面都有解答 我有把这个练习题里面的解答 也都有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就这样 呗